在于面部识别也好 模型论理也好 这方面的话 一个是你有idea 有开创性的思想 在把这个做出来 第二个的话 这些模型论理实际上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要需要大量海量的数据 这方面的数据采取的话 在正常国家 就西方国家 美国也好 澳大利亚也好 欧洲也好 就牵扯到各种隐私保护法 各种知识产权问题 它很难去做出 这样一个大的数据库 但是在中国的话 就是说 可以说中国的公民 基本上是没有隐私 这一个概念的 就是说相关立法也没有 就算有的话 中共也不会去遵守 所以就像秦鹏先生说的 中共在做这些东西的话 它比西方国家 有非常大的优势 另外说 这个可信多的问题 可信多的话 因为它这个技术刚出来 就是说可能有很大的争议 但一个地方就是说 它中共既然来利用 这样一个技术来测试 它自己的党员干部 是否有这个用心的学 或者是这个心理的 对这个习近平思想的 这个态度是一个怎么样 就证明的话 它已经出现各方面的问题了 中共态度对习近平 自从基层也好 忠诚也好 很多人可能是一种不屑 因为这个技术 在三年前曾经提过 最早的时候 我记得是在用在中小学 来看中小学生上课 是否专心 是否分神 这样一个技术 现在的话 它可能就是发展到 另外一个阶段 可以看出来 你对它的一个态度 是正面负面 当然刚开始的话 它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说的话 包括有人说一下 因为签用在中共 那些党棍身上 包括自称对党 忠诚的李鸿忠 这样的话 可能是一种很出气的 一件事 如果用在李鸿忠身上 但是如果让中共 把这个技术铺开的话 最终受害的将是 就是中国大陆13亿公民 甚至全球 所有受中共大陆影响 受中共大陆迫害的人 就算了 我们下期再见